因为咱们这个课开始下午 所以可能人就是时间不太固定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变成了VIP 对不对 VIP中的VIP 叫VVIP 好了 咱们还是老规矩 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都学习了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已经隔了一天了 大家还记得吗 不记得没有关系 我这有上节课的思维导图 首先我们上节课给大家带来了 描述统计学的数值方法 如何用数值的方法去描述我们的数据 对吧 那首先给大家带来几种位置的度量方法 第一种是平均数 我们熟知的算数平均数加减平均数 那比较 这个可能比较 接触的比较少一点 那它是几何平均数 是你几个综合增长率的平方根 开根号 计算几个连续周期的平均的增长率 所以你一般做什么 计算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业绩的连续的增长率 或者是那个连续的收益 等等等等 所有跟增长率有关的都可以用这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中位数了 中位数是基数个 就是中间那个 如果是偶数个 是中间那两个数的平均数 对不对 然后呢 重数 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 百分位数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怎么去计算那个百分位数啊 有那个相应的公式 那首先呢 是先把一组数据从小到大这样排列 排列以后呢 然后我们确定它百分数的位置 那有那个公式是L等于P比上100 乘以N加上1 N呢 就是你这个这组数据中的个数 然后P呢 就是你要确定的那个百分位数 那算出来它的位置以后 那根据它这个位置 向前后的位置去确定 具体的数值是多少 比如说你这个确定的是3.5 那好了 它是第三位数 加上它与第三位数和第三位数之间差的50% 那就是你这个DP百分位数的数值是多少 再给放大回来 好 说完百分位数 那四分位数 我们知道了 它是特殊的百分位数 是站在25% 50 75 这三个位置上的百分位数 那它就叫做第一四分位数 第二四分位数 第三四分位数 对吧 那怎么去衡量数据的变异程度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四种方式 那其中的极差和四分位数都是通过两个数据去确定它的变异程度的 那极差你只要知道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好了 但是呢极差这种方式它虽然简单 但是它容易受到异常值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如果你想简单的去判断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四分位数间距 那它就是第三四分位数和第一四分位数之间的差 那这样呢它就能排除了极大值和极小值它所带来的影响 那比较精确的一种的方式呢 就是用方差来计算 它是用这组全部的数据 先求出每个数据它的离差的平方和 然后呢再给它求一个平均 对吧 那标准差更简单了 就是方差直接给它开个根号就搞定了 然后呢我们是怎么去衡量数据的分布形态 那给大家介绍的它的分布形态也几种 是左偏右偏还是对称的 还是极度右偏 给大家举的那几个例子 那用数值的方式去度量呢 是用它的Pandle Scale Units 对吧 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了Z分数 切笔雪佛定理 那我知道切笔雪佛定理 一减去Z方分之一 我知道这个Z了 那我就知道它在距离平均数几个方差之内 那它分布的数据 占所有数据的总的比例 大家的数据量是有多少 通过这个呢 确定了一个经验法则 对吧 那具体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上这课的那个细节的内容啊 异常值的检测 那我们说了 绝大部分数据都分布在平均值的三倍标准差以内 一般如果它超过离均值三倍标准差这个范围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异常值 最后呢是衡量两个变量的关系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是斜方差 一个是相关系数 那其中这个斜方差呢 那我能判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 负相关 还是不相关 那剩下其他的这种关系的强弱 我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那如果这两个 我想去衡量这两个变量之间 它们关系的 相关关系的强弱 那我们建议就用 这个皮尔逊相关系数 那皮尔逊相关系数 它的取值范围是 负一到正一 对吧 如果它的值是零的话 代表两个变量不相关 剩下的 如果你这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越接近于一 代表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越强 对吧 那等于零 那代表没有关系 或者越接近于零 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 就是越弱 那这就是上节课的一个 主要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程 在这里 不是牛刀也很快 看到这个名字可能有点 哎呀 啥意思 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 也是这样一个思维导图 那首先呢 带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随机变量 然后随机变量 它可以分成这样 离散型随机变量 和连续型随机变量 以及呢 整个离散型概率的分布 那其中我们 会给大家介绍 怎么去建立离散型概率分布 谜语人 好没事 没关系 这都是名词 你不理解 可以 我们一会儿 你就都知道 我说的是啥了 对吧 这是我们简单先来理解一下 这个连续型概率分布 给大家带来是均匀型概率分布 还有就是注意 这个离散型概率分布 和连续型概率分布 它俩是区别 那最重要的一种连续型概率分布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 是正态概率分布 其实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会学过 如果你是理科生的话 学的会多一点 那你是文科生的话 可能就学的少一点 对 那为啥说 这个不是牛刀也很快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的 离散型概率分布 和连续型概率分布不是全部的 没有包含所有 是挑重点的 我们非常常用的 给大家来介绍的 所以说 虽然它不是一个载牛刀 但是它依旧很快 就这意思 女女人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 其实它就是这个字面意思 就是它对你这个整个实验结果 用一个数值描述 对吧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正常情况下 你每做一次试验 你都能拿到一个结果 每做一次试验 都这样拿到一个结果 对不对 那随机变量呢 就是对你这个结果 进行一个数值描述 进行一个数值描述 我们就管它叫做随机变量 你给每次可能出现的结果 赋予一个数值 随机变量呢 它数值具体是多少呢 具体是什么样的类型 具体是多少呢 取决于你这个实验的结果 那整个这个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随机变量的取值 给它划分成离散型和连续型 那什么叫做离散型随机变量呢 离散型随机变量 简单来说 就是我能给它查出个数来 它可以取有限多个值 或者是无限多个可数的数值 什么无限多个可数呢 比如说 我们查那个阿拉伯数字 对吧 零啊 一 二 是不是一个是一个 盯着盯着码是码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你是一个 你要参加这个CPA考试 对吧 我们知道 咱们国家考CPA一共有六门 对吧 那如果你一次性参加一次考试 你能通过的科目数 有几种有几种取值结果 六门 是吧 那你一次参加考试 如果你用X来代表你这个通过科目数的话 那你一次参加一次考试 那你是不是可能不幸 一个也没有得到 对 七字 七种有可能是你不幸 那一门也没通过 那然后呢 有可能通过一门 两门 三门 四门 五门 六门 所以一共就是七种 你还能数出其他的方式吗 你还能数出其他的结果吗 不能吗 所以你能通过的门数 首先它是可数的 对吧 再一个一共就这七种 它是有限的 那这是有限多个值 无限多个值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改了 我现在 我是一个汽车社会站 对吧 那我现在想统计呢 一天内到达我这个汽车社会站 到达汽车的个数 对吧 那汽车一辆一辆的 一辆是一辆 我不能说给车查出来一点五辆 对吧 那可能就是车被人撞到一半了 对吧 所以正常逻辑啊 车都是一个一个的 对不对 那一个一个都是可数的 那一天内 那好了 我没统计完 那你知道一天内 我能通过多少辆汽车吗 不知道 对吧 它可以取无限多个值 如果你用X来表达这个数值的话 那这个X它可以取无限多个值 而且每一个数值都是可数的 那这就是无限可数的多个值 无限可数的多个值 那这个就是离散性随机分量 是非常好理解 虽然呢 很多的试验结果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 用比如说这个个数 用数值来表示 是123456啊 怎么着的 用数值来表示 但是有些结果呢 我们很难直接用数值来描述 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个 就做一个调查问卷 你说 问所有的观众 所有人 能否回忆起 最近看到的那个 美日黑桥广告里边的 那个代言人是谁 那这个问题 我能得到几个结果 能否回忆起 你那个美日黑桥 那个广告中的代言人是谁 是不是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能 能就是知道他是王一波 一种他就是不能 对吧 就是两种 就是两种结果 那但是 好了 这能和不能 跟这个离散性随机变量 跟这个随机变量的 取值 它都是 取值 取值都是 不一样的呀 我这是能和不能 那我们知道了这是可以直接作为两个分类 它是一种分类型变量数据 对吧 那我们说随机变量是对实验结果的数值描述 它不是数值啊 怎么办呢 不数值 你可以给它 自己给它定义成一个数值 那只要你这个定义符合随机变量的定义就可以 比如说我用 X 还是用X来表示 那如果我给它复值 如果它能回忆起啊 这个代言人是王一波 那我就给它 给它复个值 复个1 如果它不能回忆起来 我就给它复值0 这是不是就变成数值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给它定义的一个方式啊 那随机变量的数据它取值是任意的 那如果说我不用这个01 也OK 完全OK 你说我不喜欢这个01 它不好看 我给它换成5行不行 能就给它换成能就大一点 能给它取10 不能给它取5 行不行 行 因为它也是数值 只要你给出的这个复语的值 它符合随机变量的定义 也就是说X给出的 是对每个试验结果 用数值描述出来的 那X就是一个随机变量 OK 那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离散性随机变量 对于不能直接得到数值的分类型数据呢 你可以给它进行复值 我们再看连续性随机变量 连续性随机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 一个一个给查出个数来 但是呢 你可以取一个区间 或者是多个区间 取什么值都行 但是它是在区间上去取值的 比如说时间 比如说时间 你只能说时间多少对吧 那一分钟 那你也没有办法给它查出个数 你不给它赋予单位的话 你也不知道它是啥 比如说时间啊 温度啊 代表我们重量啊 重量有可能是多少 对吧 那它是取值的一个区间 它也没有办法一个个查出个数 或者是说距离 对吧 那这些实验结果都可以用这个 连续性随机变量进行描述 比如说我们想统计一家网店 它两个相邻客户之间 它下单的时间间隔 对吧 那我们就让我们感兴趣的这个随机变量 就等于相邻两个客户下单之间的这个时间间隔 那我再给它个单位 分钟 都行啊 这个时间这个单位无所谓 我给它个单位 那这时候X 它的取值范围 你说是多少 相邻两个客户 有可能你两个同时下单 对吧 那剩下你俩间隔时间 那有可能这个店 它就没有那么吸引人 可能第二个客户就第二天下单 那也有可能 这个店商品非常火爆 有可能我前一秒下单 你后一秒下单 对吧 所以它这个X的取值范围 是不是大于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 可以是大于等于零 这个区间上的任意值 是多少都可以 实际上你这个X可以取无穷多个值 而且这个时间的分钟数 你可以无视整数啊 对吧 有可能是什么 1.26分 对吧 比如说2.57分 但有可能不是整数的 等等等等 好多好多 或者说 现在我们银行 网点大部分都关了 只留一两个窗口 那我现在想统计我实际 线下网点的实际客流量 那我去统计相邻两个客户 到达的时间间隔分钟 那它的取值范围也是这个 X大于等于零 对吧 那再比如呢 连续型实际变量 比如说 你要看一个 就比如说 你们学校要新建一座图书馆 那你好了 你现在想知道 六个月以后 这个图书馆的完工进度 六个月以后 我的完工进度 那我们感兴趣的随机变量 是不是就是这个 六个月以后的完工进度 对吧 那我们统计施工进度的时候 一般都是 百分之百 全部完成了 我们就说 它百分之百完成了这个施工 对吧 那完成一半呢 有可能是 百分之五十 那或者完生一多半 百分之六十 七十八十 等等等等 那这时候你X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你这个 零 到一百 它是施工完成进度的百分比 完成进度 那你这个X的取值范围 是不是就是零到一百 这个区间内的任意值 甚至有可能是带个小数点 那种 那这个呢 就是随机变量 取一个区间 或者是多个区间的任意值的随机变量 零到一百 perfect 优秀啊 excellent excellent 那这是连续型随机变量 那我们再看看 离散型概率分布 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呢 它是用来描述随机变量取不同值的概率的 就是说我描述这个随机变量取不同值的概率 我给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就管它叫做概率分布 那对于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 那概率函数给出了随机变量这个x它每一种取每一种值的这个概率 那我把它记作成一个符号 就是fx 我用fx来表达它的概率函数 也就是x它取每一种值的概率 那我要做这个离散型概率分布呢 一共有三种方法 这里给大家介绍三种方法 一种是古典法 主观法 相对频率法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古典法 当你这个试验结果呢 它是对随机变量 你对应的它各种试验结果 它所对应的这个随机变量的概率 取值相等 概率相等 那你这时候你就适合采用古典法 为你这个随机变量 它各个的值给它分配一个概率 比如呢 我们可以 什么叫古典法 我们举个小例子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经常给我们举个例子 你抛一个骰子 对吧 你让x就等于你观测 朝上一面的点数 那正方形 这是正方体 一共就六个面 那每个面 你随便一扔 那肯定每个面朝上的概率 都是相等的 对吧 那它可能出现的点数 就123456 那我问你 每它各个面朝上的概率是多少 我用fx来表示 这个x出现的概率 那每一面朝上的概率都是多少 很明显六分之一 对吧 不需要思考我们就知道了 这就是古典法 也就是说 啥叫古典啊 其实它就是古典概率 利用古典概率的一个概念 古典概率呢 我们也管它叫做事前概率 也就是说你随机发生一个事 它发生各种可能结果 它可能出现的次数啊 或者概率啊 我不用 不用去进行什么复杂的去分析计算 我直接就能 推理出来 不需要你进行任何的统计实验 你就只能直接知道各种结果 可能发生的结果和它的概率 那就像这个智骰的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能知道啊 对吧 比如说 不智骰的 再来一个非常常见的概率 不是 这非常常见的例子 你抛硬币 对吧 你抛一枚硬币 那只能正面和反面 就这两种结果 而且每一面出现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 我不用说我就是二分之一 那你能说 你能够解释解释 你这硬币 抛两面 为什么每面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吗 或者说 你怎么算出来这二分之一 不需要验证 对吧 这是古典法 我们再看看主观法 主观法 那就是字面意思 对吧 主观 什么呀 我们每个人 比如说你对一个艺术作品的判断 你看一个画 你为什么觉得它美 你觉得它美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 具体的数值去衡量它 说你这个勾比的勾到多少度了 你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数值 数量化的标准去判断它 就是你一个主观的意识 那主观法也是一样的 它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判断 去给它对应的观测值去给它分配一个概率的 那你相应的每一种观测结果 比如说 假设你就能得到一二三 这三种观测结果 对吧 那你你就觉得第一种结果出现的概率高 你给它分配到0.8 它俩个0.1 无所谓 每一个结果都是你自己通过主观的意识 给它去分配的这个概率 那你这样分配完呢 也就像刚才 像前面的那个一样 我们可以得到一张像这样的一张表 它跟古典法不同之处呢 就是主观法 因为我们是根据个人意愿去得出的 对吧 个人主观判断来得出的 所以你采用主观法 去构建一个离三级概率分布的话 那这个得出的分布的结果 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那不同的人肯定是给出不同的概率分布的 那第三种是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种方法 也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更常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相对频率法 当你这个数据量相当大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数据给它看作一个总体 然后呢 采用这个相对频率法 为这个各自的随机变量去给它分配概率 相对频率 上节课我们相对频率分布 我们都学了 是吧 那这个相对频率法 我们看看怎么构建的 那这里呢 也是通过一个例子给大家说明的 这里要求呢 利用相对频率法 建立某国产品牌汽车 在当地汽车销量的概率分布 那根据历史数据显示呢 在过去300天的这个营业中 有54天它的汽车销量是0 117天销量为1 72天2 那42天销量卖了3辆 12天卖4辆 3天卖5辆 这一共是300天 那假设呢 我们现在就观察这家公司 它一天的经营状况 我们就让这个随机变量 X就等于它这个汽车的日销量 就让这X等于汽车的日销量 那好了 那它一共可以 可能卖出几种结果 分别是0 12345 一共这五种结果 好了 我现在给它列在这里了 对不对 那利用相对频率法 相对频率占的比例 对吧 那过去300天中 有54天的销量为0 那好了 那我F 就X取0的概率是多少 也就是这个卖出零量 它的结果 我用FX来表示吗 我还写它干嘛 这不就有吗 我用这个FX来表示了 写了就要写完 我用这个FX来表示 那是不是用54天除以300 我就能得出 卖出零量的概率是0.18 那其他的 我卖出一量的概率 一量是有117天 那就117天除以300 那得出的这个相对频率呢 是0.39 然后呢 其他的也是这样得出来的 这就是相对频率法 构建它的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啥 你可能取到的每种结果 随机变量 可能取到的每种结果 以及它取到每种结果 所对应的概率 那现在有了这个概率分布表 我们再去观察一些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事 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比如说你去观察 了解这一天中的销售情况 我问你 一天你最有可能卖出的汽车 是多少辆 它是最高的 对吧 0.39 那我这一天中最可能卖出的汽车 也就可能也就卖出一辆 对吧 那FX1等于0.39 那我现在问你 汽车的日销量 大于等于三辆的概率是多少 一天我会有多大的可能性 能卖出大于或者等于三辆汽车 是不是它仨在一个核就可以了 F3加F4加上F5 对了就是这个 等于0.19 对吧 那由这个汽车日销量的这个例子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呢 对于任意的X 我这个FX的它的概率都是大于等于零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概率和为一 所以说离散型概率分布 离散型概率函数 它要满足基本条件 就是首先每个概率取值都是大于等于零的 然后就是所有的概率和为一 这两个条件 那我们除了可以像这样表中 这样给它表示这个概率分布 还可以用这种公式的形式 去给出随机变量X的概率函数 FX 给出去每种值 每种结果的概率 那这个离散均匀型概率函数呢 是最简 离散均匀型概率分布 它是最简单的一类 就是FX等于1分之1 那N呢代表你这个随机变量可能取值的个数 那最简单的离散型概率函数 比如就我们刚才说那个质骰子 它就属于这个 对吧 一共就六个面 那它这个概率函数就是1分之1 那你要是质型B那个呢 一共就两个面 1分之1 对吧 那这是离散型概率分布 数学期望 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或者是均值 它是随机变量中心位置的一种度量 什么叫数学期望 只不过它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对吧 期望就是均值 均值也就是期望 那离散型随机变量 它的数学期望表达式呢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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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每种可能出现的值 乘以它可能出现的概率 最后呢 一给它加总 那得到的就是你这个相应的数学期望 也就是说你要计算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的时候 要把这个离散型随机变量 所有的可能值 首先乘以它取各自对应值的概率 fx 然后呢 再把所有的结果给它进行一个加和 那好了 我们现在还是以刚才那个汽车的例子为例啊 就是那个公式啊 非常简单 还是用这个刚才汽车的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呢 利用相对频率法去构建 还是这个 去算一下它的数学期望 题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只是最后这个要求变了 说让我们求汽车日销量的数学期望 以及方差和标准差 方差标准差 我们刚才还没给大家看这两个怎么算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数学期望怎么算 对吧 那是用每种结果乘以它每种取值的概率 那相应的计算呢 那就是这样的 那取零量的概率 而不是乘那个零量概率是0.18 那乘以0 然后呢 一一出现的概率 说白了这是啥呀 不就是咱们前面学的那个加全平均数吗 对吧 它最后算出来这个结果是1.5 是1.5 方差 虽然刚才我们学的那个数学期望呢 能给出我们变量中心位置 给出我们一种度量中心位置的一种方式啊 但是呢 OK 但是在前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也跟他说了 我们常常会关心随机变量的变异性啊 或者说它的离散程度啊 所以我们用方差来描述随机变量取值的变异性啊 还有它的离散程度分散程度 那方差求这个公式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你每个观测值与你均值的这个离差的平方相应的 再乘以你每种观测值可能出现的概率 然后最后呢 给它一个加总 就OK了 就OK了 那我们再用汽车这个例子 求一下它日销量的这个方差 先求它每种观测值的各自的离差 它的均值是1.5 我们刚才求出来了 那各自离差就每种观测值的结果 然后去减掉它的均值 对吧 离差的平方 那把这个结果一平方相应的 再乘以它各自取每种观测值 每种观测值结果的一个概率 那最后呢 把它一加总 我就能得出来这个离散型随机变量的 这个它的一个方差 对吧 那最后一加总 我算得它这个方差是1.25 那标准差呢 直接再把它开个根号 它开个根号 手机可以算一下 我是事先算好了 它等于1.118 这是它的标准差 OK 离散型概率分布 那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再看连续型概率分布 和这个但再具体说连续型概率分布呢 我们先给它再说一说 这两种分布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我要在这说呢 因为如果我直接把连续型概率分布 那个术语一甩上来 那有些宝宝肯定直接就蒙了 哎 你这叫法都差不多呀 这是啥区别 就说着说着可能就蒙了 为啥为啥这么说 因为到以前我学的时候 在很多年以前我学的时候 我当时就蒙了 后来我就自己就一点一点的 才白成饼梦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不希望大家再来踩这个坑了 在这里就先给大家说了 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的连续型概率分布呢 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 均匀分布和正态分布 对吧 均匀分布和正态分布 那首先呢 我们来说说这两种分布的一个区别 区别 首先呢 离散型随机变量 我们确定离散型随机变量 它的概率呢 我们管它叫做概率函数 对吧 我们也是用fx来表示的 那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呢 它叫概率密度函数 也是用fx表示的 区别在哪呢 中间就多了这两个字 中间多了这两个字 至于为什么这么叫 我们到后边 你学完这个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现在你要搞清楚 它中间这个叫法不完全一样 虽然它长得很相似 但是它不完全一样 那它俩一个 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 和连续型随机变量 它跟 它跟这个 连续型随机变量 它跟概率密度函数相对应 对吧 那它俩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哪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它不会像这个离散型随机变量一样 直接给出你每个观测结果的 取值的一个概率 像刚才我们x1 你得到的fx1 你直接就知道这个取这个s1值这个概率是多少 对吧 那像这个连续型随机变量 利用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那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它不会直接去给出你某一个观测值 它这个取值的概率 它关注的是在区间取值的概率 它关注的是在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不是针对于某一个值 它的概率是多少 OK 这个呢 我们就不往 它俩的区别就不往伸说了 因为我现在伸说的话 也是说无用功 因为你还懵 我们只要简单知道 我用概率密度函数来表示连续性随机变量 就可以了 这是它俩的小区别 一会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它俩的区别 均匀概率分布 我们均匀概率分布呢 非常容易理解 我这里呢 直接就给大家上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现在呢 让随机变量x来表示 是某个航班 它从北京飞往上海的一个飞行时间 那我现在假定 我从北京飞往上海 我是飞行时间 就固定在这个区间 就是在这个区间上的 120分钟到140分钟内 它俩这个之间的任意值 那现在呢 假定我没有足够的实际飞行数据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 对于这个区间上 在任意两个一分钟的长度的子区间内 它们取值的概率 这两个子区间内 它取值的概率是相同的 这个条件很重要 就没有这个假设的话 那一会我们后边说的东西就全拉胯了 在任意两个相邻的一分钟长度的子区间内 它两个取值的概率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整个随机变量X 它就服从均匀概率分布 那它这个飞行时间的概率密度函数 就可以这样表示 就可以这样表示 因为它在每一分钟取值的概率都是相等的呢 那我这区间X一共是20分钟 对吧 那每一分钟取值都相等 所以我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二十分钟一倍 二十分之一倍 那取其他值的概率就是零 因为它只分布在120到140之间 对吧 这就是它的飞行时间的一个概率密度函数 那从这个小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引申出概率密度函数 均匀概率密度函数 它的一个公式 均匀概率密度函数 那一般情形下呢 如果你这个随机变量X 它服从均匀概率分布 那它的概率密度函数公式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B-A 那么还是用这个 分行时间的这个例子 这底下这个 前面提议我都没动 只是在这 最后的问法 变了 我问你 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行时间 在120分钟到130分钟之内 它取值的概率是多大 我们在床里推测一下对吧 这是120 这是140 120到140 这个时间跨度一共是20分钟 那好了 我现在在它在中间敲一个130 我问你我这个飞行时间刚好落在120到130之间的概率 落在这个部分的概率是多大 落在这个区间多少概率是多大 那从我们这个 你这个数据轴上 你就直接可以看出来 刚好是一半 对吧 0.5 刚好位于这个中间点上 是0.5 1分之1 对吧 那这是我们用常理去推测 那这个概率肯定是0.5 对吧 那是因为这个 它比较 怎么说 这个分布啊 这个形态比较简单 那我们呢 就即使我们不看这个分布 我们直接用常理去推测 那你刚好位于这两个区域间的中间啊 对吧 我直接就可能可以给出这个 值啊 是0.5 那除了我们可以这样用常理去推测呢 那相对更准确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我们更加常用的一种方法 更加科学的一种方法 是用面积去度量概率 用面积度量概率 我们说对于连续性随机变量 在一个给定的区间上 它整个fx 它曲线fx 它下边的面积 就对应的这个连续性随机变量 在某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比如说还是用刚才这个例子 刚才这个例子 我给它画成这样 这个把它这个 概率密度函数 整个的它的分布形式给它画出来的话 那就是这样的 整个区间段 120到140之间 而且呢 在每个相邻的一分钟内 它曲直的概率都相等 那都是二十分之一 那你在这个区间上 每个点曲直的概率都是二十分之一 所以你画出来的 它是这样的一条直线 对吧 是这样的一条直线 那整个呢 它构成的就是这样一个 矩形 这个整个的矩形区间 矩形区间 那你说 你这个整个在120 我问你 在120到140之间 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正常 它是一 对吧 那你用这个面积去算呢 你用120 用140-120 乘以它的高度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可以听回放 我们继续 用140-120 也就是我这个长 矩形的长 对吧 那它的高度呢 二十分之一 这样我们算出了结果 一对吧 也就是说 我整个在这个曲线下边的面积 它就是一 那我问你 它在区间120到130上 取值的面积呢 那你再算一下 这个阴影部分 它这个矩形的面积呗 也就是用这个 130-120 乘以二十分之一 这样你就拿到的 这部分曲直的概率呀 也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 在120分钟到130分钟 曲直的概率是多少 那是10乘以二十分之一 刚好是0.5 对不对 跟我们刚才推测的是 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所有的连续型随机变量 我们一旦确定了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fx 一旦确定了它 然后呢 你再确定你要在哪个区间上取值 比如说 s1 s2 你确定了在这两个区间上取值 那你只要计算这个fx下边 对应这个区间上的一个 曲线下的面积 就可以得到了相应的概率 所以你确定了这个区间宽度 那对于飞行时间这个例子而言 也就是你确定了中间是多少分钟时间间隔 即使你这个间隔时间不是130 不是一个整数 那你去计算面积 你也很容易知道 fx在这个区间上 它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还有一点 就是对于所有的连续型概率分布 概率密度函数曲线 fx它下边的面积 总面积永远都是等于1 而且所有的连续型概率分布 它都具有这个性质 也就是所有概率密度函数 fx曲线它下边的面积 总面积 约等于1 那对于我们这里呢 介绍的这个均匀型概率分布 对于我们本节所介绍的连续均匀型概率分布的数据期望和方差 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求 那a呢就是你能这个随机变量能取到的最小值 b呢就是你这个随机变量所能取到的最大值 那具体为什么说得出公式是这样的呢 因为这个整个公式的计算过程呢 它涉及到积分的计算 那这个呢就过于深 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所以你可以试一试还用飞行时间的那个例子来求一下 它的期望和方差各自多少 刚才我们最小值是120对吧 最大值呢140 那它的期望就是刚好我们要找的那个区间也就是130分钟 对吧 那它的方差呢 140减120 的平方除以12 那我们得到它的方差是33.33 那你在求标准差的话 把这个一开根号就可以了 把这个方差一开根号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详细说一下处理连续性随机变量和离散性随机变量 它们之间的区别 它们的区别 还是概率m的函数我们给它记作fx 那概率函数我们 概率函数我们也给它记作fx 然后呢 只是它们两个关注的点不同 对于连续性随机变量 我关注的是它在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那对于随机变量取值 对于离散性随机变量 我关注的是某一个特定的观测结果 它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那这是第二个不同 再一个就是在改定区间上 我们求这个连续性随机变量 它在这个曲线fx下边的面积 它对应的是在这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那fx呢 它会直接给出你随机变量的具体的 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这就是它们的一个不同 这里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就是连续性随机变量 取某个特定值的概率是0 连续性随机变量 取某个特定值的概率是0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连续性随机变量 它关注是在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对不对 那单点的宽度 单点的宽度就是0 对吧 所以你0乘以 不管你这个面积是怎么去求 你一定有一个乘的那个因子是0 那最后你求得的这个概率 对于单点来说 你求得的这个概率一定是0 对吧 是吧 被你关注的是单点的概率 所以这也表明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关注的是连续性随机变量 它在某一个连续性概率分布 连续性概率分布 它在某一个区间上的取值 你前后都有端点 对不对 端点A 端点B 那因为你取单个取某个端点的概率都是0 单独取A点B点的概率都是0 所以你在关注这个区间上的概率的时候 你不管你包不包括这个端点 你就包括它 还是不包括它 完全不影响你在这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 就是这个正态概率分布 也是非常重要的连续性概率分布 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会有你在工作中做数据分析 经常会用到的这种 什么叫正态概率分布呢 它是用来描述连续性随机变量的一种概率分布 尤其是在统计推断的时候 它使用非常广泛 比如说我们关注人和身高体重的关系 一般不是一般 就是当你的数量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数据就是成这样 中型分布的一个曲线 或者是我们的考试成绩呀 或者是说你这批机器 你生产平常水的重量的这个 重量的范围呀 都近似服从这个正态分布 那这个就是正态概率分布的这样的 就是这样一条中型曲线 那这个是正态概率密度函数的这个公式 看这个公式啊 不用懵 因为不用我们去记 你只要知道啊 这个就里边哪个是哪个是干嘛的就知道了 你知道命是均值 x是你的观测值 你知道这个sigma是你的 那个sigma是你的标准差 那sigma方是你的方差 对吧 pi 3.14159 你知道e是自然对数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去记这个公式 你只需要知道正态概率分布 它是这样一条中型曲线 下面这个特征 就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它了 因为这个在我们去进行分析呀 计算的时候都非常重要 那这个呢 你也不用一下子去记 你只要说 哪怕说你平常用的时候 你回来关注一下 可以了 用的时候关注一下 可以了 慢慢的时间自然而然的 就形成你的长期记忆了 在所有的正态分布组中呢 每个分布都会因为均值 m和标准差sigma 这两个参数的不同而不同 分布的这个均值呢 可以是任意值 它可以是负数 0或者是正数 都可以 那这个呢 就是给出了三种不同的正态分布组 你看 以这个分布 它的均值 最高点就是这个均值嘛 对吧 均值是-10 那这个均值呢 是0 这个均值是20 是多少都可以 是多少都可以 但是呢 它每个分布的形态 都会因为这个 你具体的均值的数值是多少 标准差数值是多少 它的分布形态 不同 那对于一个正态曲线而言呢 它在均值处达到它的最高点 也就是它的最高点 对应的这个s轴的曲直 是它的均值 而且这个对于正态分布而言 它这个最高点 不光是它的均值 还是它的中位数和重数 为什么 概率最高嘛 出现 出现的概率最高嘛 那这是它前两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 就是正态分布 它是对称的 就像我们照镜子一样 镜子里的自己 跟我自己完全一致的 那是理想的状态下 正态分布完全对称 那正态分布 它的偏度为0 正态分布长得非常正 它的偏度是0 左边也就是说 对称 啥是对称 就是你左边和右边完全一致 对吧 而且它这个两个尾巴 会向这个 随着这个方向 无限延伸 并且在理论上 你这个尾巴永远都不会 跟这个横轴相交 第四个 就是正态分布 正态随机变量的概率 是由正态曲线 下边的这个面积给出来的 而且呢 所有这整个曲线下边 总面积总和是1 跟你那个离散型随机变量 那个 所有的 所有的值取值的总和 所有结果 概率总和一定为1 一样 那我们这个算 连续性概率分布的时候 关注是曲线下的面积 它所有的面积和一定是1 再一个 就是 标准差 决定曲线的宽度和平坦程度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标准差越大 那你这个曲线 就越宽肥 像这样 如果你的数据 你的标准差越小呢 那你这个数据呢 就更集中 宽肥 也就代表着你取值有更多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你的数据就有更大的变异性 那这个呢 就是两个均值相同 均值都是mul 在最高点 都是在mul 但是标准差不同的两个正台分布 一个是5 一个是10 我们可以看到 标准差为10的这个曲线明显 它越宽肥 然后呢 这个 标准差比较小的这个 它 瘦高 比较集中 随机变量 在一些正常期间内的曲值百分比 这个我们知道 大致知道就行了 那像是正常的话 我们在学校里 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去背的 那这个东西呢 你自己就是工作中 你知道 大概知道 你都不用精确小数点 大概知道 有很多的概率 绝大部分数值都分布在 均值附近三个标准差以内 你知道这个 可以了 那像那个一个标准差 范围内 两个标准差范围内 你记不住 回来可以回来看一看 对吧 你只要知道这个 可以了 那了解了正台分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标准正台分布 标准正台分布 它其实就是特殊的正台分布 就像我们知道 正方形是只是一个特殊的矩形一样 只不过都是矩形啊 那只不过它所有的边都相当 那标准正台分布一样 都是正台分布 只不过呢 它服从的是 均值为0 μ等于0 标准差为1 这样的正台分布 那我们呢 通常用字母Z 来表示这个正台分布的随机变量 它分布的形态 没有啥特别的 只不过它的均值是0 标准差是1 虽然这个标准正台分布呢 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正台分布 但是它跟其他的正台分布一样都一样 跟其他的连续形随机变量一样 我们也是通过去计算 这个概率密度函数曲线下边的面积 来得出这个标准正台分布的这个概率的 所以我们要想确定这个 正台随机变量 在某个特定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比如说你就想确定 它在这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那你是不是计算这个曲线下 它对应的面积是多少 哎呦画片了 就在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你是不是就能拿到这部分区间上取值的概率了 那这个面积怎么去求呢 我们一般可以利用统计书上给的标准正台分布 累计概率表 去求 那在这里呢 我在课前给了大家一个资料 是这样一个side的表格 这个呢是我用一个side表格做的一个正台分布累积 正台分布累积概率表 这我们可以想用的话 直接上证上来查表 就AK量 那具体怎么查表呢 一会我们做练习的时候 我会带大家来做 那这是一种其中一种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你可以用一个side里边的函数去求 等于normals normals dist 用这个来求这个概率 求这只就可以 看到我们ppd 那我们经常呢 需要计算三种类型的概率 一种是标准正台随机变量 z小于或等于某个给定值的概率 一种呢 是z刚好是在两个给定值中间的这个概率 不是说中间啊 就是在两个给定值之间的概率 一种呢 是要求z大于或等于某个给定值的概率 那我们这里呢 也是透过几个例子给大家说明一下 怎么利用标准正台分布 累积概率表 来计算这三种类型的概率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标准正台随机变量 z小于等于1的概率 那这是一个累积概率 对吧 那图中呢 z等于1 是在这个位置的 我现在要求 z小于等于1的概率 那也就是1左侧 整个的面积 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可以查一下标准正台概率表 查一下标准正台分布累积概率表 z小于等于1对吧 那他给出的累积概率分布 就是z左侧累积的面积是多少 那小于等于1 是不是刚好1.0啊 也就是说用你的 第一列这个上面的数值 加上你的这个行上的数值 你那个数值是多少 比如你要找的是一个 不是一个整数 比如说你要找一个 比如说2.1 那你就用这个 上左侧这里找到x为2的这个值 然后呢 在对应的 在0点 2是整数2.0 对吧 你直接找到左侧是2 那中间这个是0的 就可以了 2.1呢 因为这里没有整个十分位的 那我建议大家使用那个函数直接去求 这个表或者是你把它撑一撑就可以了 对吧 2.1 这有给出了2.1 我忘了 我这里往下边给出了 那你直接找2.1 因为2.1对应加上0.000 这个不就是2.1 它所对应的值吗 可对应的概率 那这是我们直接去计算 正态随机变量 它小于等于某一个值特定值的概率 你直接上那个表里去找 或者是你直接用Excel的函数去算 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 你计算Z在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那像这个 我要取在1.25到负0.05 负0.5到1.25之间 在这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那我用刚才那个累计概率分布表 我是不是能先找出 Z大于 0.5的概率 Z大于等于0.5的概率 为什么 因为负的那边我没给大家做 那我找到Z大于等于 正的0.5这边的概率 因为它左右两边在0轴 也就是说在它的均值 它服从正态分布 在均值处 它是随着这个线 它是正对称的 完全对称的 那你有了左边的概率以后 那我是不是右边的概率也知道了 那我有右边的概率以后 那我再求着负0.5这边的概率 是不是也知道了 所以你找P小于负0.5的概率 就相当于你去找P Z小于负0.5的概率 相当于你去找Z大于0.5的概率 因为我这会没给等号 OK 那1.25的概率 那你现在能直接用利用那个概率分布表 你能直接找到Z小于 等于1.25的累积左侧的所有的概率 对吧 你能找到整个1.25 你不看这个线 所有小于1.25 是这个整个部分的概率 对吧 你能拿到最部分的概率 那小于负0.5这部分 你可以用Z大于正0.5这部分来求 那我把它们一做差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还是给大家换一个吧 这是你均值的部分 标准正当概率 它是0 对吧 那我现在想找Z小于负0.5部分的概率 对不对 那因为它俩是完全对称的 那我求累积概率分布的时候 我能找到Z等于正0.5的 以左侧的所有的概率 我查那个分布表就能达到得到 Z等于正0.5以左侧的所有的概率值是多少 对吧 那所以我用1-去P Z小于0.5的概率 不就能得出这个P Z大于0.5部分的概率了吗 得到最部分的概率吗 又因为它是对称的 左右对称的 所以PZ大于0.5部分的概率就等于P小于PZ小于0.5部分的概率 小于负0.5部分的概率 因为它左右对称 对吧 那我要求这个区间上的概率 是不是直接用P 1.25的这个概率 PZ小于1.25的概率 你自己减掉P小于PZ小于负0.5的这个概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基本的 那具体的算 anal 那具体水素 here 你再把它带到这个公式中 一做插 s 是不是就得到了 那具体数值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自己回去查 那个正态概率分布 累计概率分布表 第三种 要计算Z至少为1.58的概率 也就是Z大于等于1.58的概率 那我Z大于等于1.58的概率 我不知道我用那个累计分布表 我能直接找到Z小于1.58的概率是多少 对吧 我能找到这个1.1左侧的这部分的概率是多少 那我要求的是这部分的面积 那我是不是直接用 用1减掉整个这一部分 这一个部分中间的概率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也就是1减去P Z小于1.58 这部分概率就可以了 那Z小于1.58这部分的概率 它是0.9429 那你求的话就用1减去0.9429 在这里都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最终得到的结果是0.0571 也就是Z至少为1.58的概率为0.0571 那计算正态概率分布的概率 计算正态概率分布的概率 对于任意具有均值为mil 标准差Sg的正态分布呢 我们在计算有关概率之前呢 首先应该先把它转换成标准正态分布 然后呢再进行相应的概率的计算 那转换成标准正态随机变量的这个公式 就用X-mil除以Sg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得了标准正态分布的Z值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Z是用来衡量你这个随机变量X 跟你这个均值mil之间 它到底是有多少个标准差的 也就是Z是以这个标准差为单位来度量的 来度量你这个X跟均值之间的距离的 那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这里也是通过一个例子 直接给大家来说明 我简单给大家读一下题 某电动车公司从采购商处 获得了一种新型的电池 现在呢电动车的公司经理 他认为这种电池的续航里程是影响客户品牌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在最终确定是否上市这种新型电池之前呢 电动车的公司经理需要有关新型电池续航里程X的概率信息 那根据对这种新型电池的实际续航测试呢 电动车的公司数据分析部门 估计这种电池的续航里程是36500公里 36500千米 标准差呢是5000千米 我们现在收集的数据表明 电池的续航里程它服从正台分布 那现在请你确定这种新型电池续航里程超过4000米的概率 4万千米的概率有多大 那我们刚才说了你要计算它的话 先要把它转换成在标准正台概率分布上所对应的 所对应的什么 所对应的这个随机变量的公式 确定这个Z值是多少对吧 36500均正是mil sig吗 也就是标准差是5000 那都给你了 那我们求那个Z值是不是又直接用这个 4万 你要确定的这个数是4万吗 取这个概率超过4万的概率有多大 那你先给它进行一个标准化 对吧 4万减去36500 得到的这个差值去除以你的标准差5000 这样你就能得到你的Z值是多少 我们除一下 剩3500除以5000 0.7 对吧 那正常你在这个标准正台曲线下 你要求这个大于4万公里的这个曲线下边的一个阴影面积 那我给它转换成标准化呢 给它进行标准化呢 是不是就相当于4万它对应标准化的这个0.7的这个值 那36500也就是均值它对应标准正台分布0的这个值 那现在问题是不是就变成了你要求正态标准正态概率分布 Z取值大于0.7这部分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对吧 那我现在要求大于0.7部分概率 那还是你刚才拿用的那个概率分布表 你能拿到累计概率 也就是能取0.7以左侧的概率 它的值是多少 那我现在要求这部分的概率 就由于它左右两边是对称的 对吧 我要求这部分的概率 那是不是直接用 你要求PZ大于0.7部分的概率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取P取E E减掉PZ小于0.7部分的概率 那具体是多少 你可以回去查一下 那Z等于0.7的那个概率 小于等于0.7 Z等于0.7的那个概率 是取补及啊 Z大于0.7 那应该是Z小于等于0.7 因为它是连续性概率分布 其实这个你加不加这个等号 无所谓 因为它在单点上的取值 概率是0啊 对吧 所以不要纠结这个 要不要取这个等号啊 就怎么写都可以 那你这样取值的概率是多少 那你一查那个概率分布表 PZ小于0.7的概率是 0.7580 结果等于0.2420 那你再给它进行一个百分化 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对吧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 这种新型电池它续航里程 超过四万公里的概率为 0.2420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二的 新型电池续航里程 它会超过四万公里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课程的主要内容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都学了哪些知识 首先呢 我们了解了 什么是离散型随机变量 什么是连续型随机变量 我知道离散型随机变量 它是能查出个数的 有限科数的 或者是无限科数的 对吧 那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呢 你不能查出个数 它是只能确定在某一个区间 某个区间 它取值是无限的连续的 那对于离散型概率分布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了三种创建离散型概率分布的一个方式 我们创建离散型概率分布采用古典法 主观法和相对频率法 那相对频率法主要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相对频率分布 利用相对频率分布就可以了 那在前两节课中呢 我们学了相对频率 对吧 相对频率分布 那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那数学期望就是 每种结果出现的值乘以它相应出现的概率呗 对吧 方差呢 那你直接求完了 它每种观测值跟均值的离差的平方 然后再乘以它取每个结果的概率 那最后呢把它一加走 你就能得到这个它的整个方差 那对于连续型概率分布呢 主要是注意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具体的区别有哪些呢 就是离散型概率分布 它关注的是取某个值的概率 那连续型概率分布呢 它关注的是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那它连续型概率分布 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我们可以用连续型概率分布 我们可以用面具去度量它曲线下侧的面积 那在比如说你要取你的连续型概率分布 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那你要找这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 那你是不是直接确定这两个区间的点 然后去找它对应曲线下侧的面积 就能算出来 它在这部分区间上取值的概率了 那连续型均匀概率分布的期望和方差 连续均匀型概率分布的期望和方差 那这个连续均匀型概率分布非常简单 直接用1分之1可以 对吧 这是我们本节给大家介绍的这种 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学了连续型概率分布的正态概率分布 那我们知道正态曲线 正态曲线就是这样的 成中型分布的这样的曲线 那标准正态分布呢 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正态概率分布 它的均值为0 它的标准差 σ等于1 那正态分布的几个特征 什么对称呀 有什么无限延长啊 不会跟这个线相交啊 然后它的整个的形态 会随着你这个均值和标准差的变化而变化 对吧 标准差越大 越宽肥 标准差越小 你这个形态越集中 然后呢 这个最高点是它的均值 中位数和重数等等等等 再几种给大家总结了 最后呢 如何去计算正态概率的分布 那对于一般的正态概率分布 首先我们要给它进行标准化 那最后拿那个汽车的例子 我要它的均值是36500 那我要知道它大于4万公里的概率是多少 那我是不是先给它进行一个标准化呀 它的标准差是5000对吧 那我利用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出 用X减去 Nu除以Sigma 就能转换成它在标准差下 在标准正态概率分布上 你要求的是哪部分的面积 那4万减36500 你最后算在标准正态概率下 你找到的这个Z值是 0.7 也就是说超过4万公里 那就是大于0.7 在标准正态概率分布下 那就是大于0.7 找这部分的面积 那具体怎么算 利用那个概率分布表 或者是利用那个公式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公式函数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 今天的课程呢 相比前两天有难度 有拔高了一个level 那希望大家回去呢 多多的练习 多多的练习 如果你要成为真正的数据分析师的话 那这个绝对是你正态分布 绝对是你躲不过的一道坎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课程 转发 打开 感谢观看